苹果作为一家随时把创新放在嘴边的科技巨头 这么多年了 为什么一直坚持在iPhone上使用Lightning而不是USB-C呢 最近看到了Mark哥们以及郭明基这些苹果分析师爆出的消息 说苹果会在明年2023年的iPhone上 把充电端口从现在的Lightning改成USB-C 我相信对于这样一座消息 大家一定是会鼓掌欢迎的 毕竟出门老要多带跟Lightning真的很不方便 这么多年了 苹果为什么一直坚持在iPhone上使用Lightning而不是USB-C呢 特别是考虑到它的其他产品线 像iPad以及Mac之类早就用上了USB-C的充电头 让我们先把时间调回2010年 彼时的苹果正在研发新一代的iPhone 5 他们面临着一个难题 那就是iPhone 5的体积比iPhone 4S小了大约12% 为了能在内部塞进零件 他们必须要把这个充电端口给改小 当时的30PIN充电端口的配件实在是太占体积了 苹果当时其实是有在和像英特尔 三星微软这些巨头合作一起开发USB-C的标准的 但是要到2014年USB-C才能够真正的问世 这会比iPhone 5的发布时间2012年还要晚两年 苹果于是就被逼到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要么他们继续选择30PIN的充电接口 但是代价就是要放弃iPhone 5更轻薄的设计 要么他们自己就得开发一个新的充电口 但是代价就是这个充电口基本就只能在自家的产品中使用 没法和别家的产品兼容 鸟瓶毒药苹果选择了后者 这就是30PIN的充电头 这是Lightning Lightning其实是8PIN的充电头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小的区别 这个30帧真的是当时iPod用的充电口 体积很大 只有正反的方法 只有正反的 对我都忘了还是有正反的 晚上摸黑充的时候挺不方便的 很容易就正反就充反 Lightning用起来就要方便一些 苹果恐怕自己也没有想到 当初的这个决定会给后来带来这么多麻烦 首先在2012年 苹果5正式发布的时候 就引起了不少消费者的不满 因为改成了Lightning的充电线 意味着前几代苹果的30PIN充电线都用不上了 而到了2014年 USB-C真正问世 当别家的产品都开始使用统一的USB-C充电口的时候 苹果却又在使用它自己特别的Lightning端口 接着到2016年 AirPods问世 因为AirPods是被设计成和iPhone同时使用的产品 所以它的充电口肯定得和iPhone的充电口相同 这也就是为什么后面的AirPods Pro AirPods Max也都使用了Lightning的充电口 这也让iPhone和AirPods的组合 其实是在苹果的产品线当中也显得非常特别 因为只有他们现在还在使用Lightning的充电口 苹果也在后来继续做出了不少的改变 比如他们取消了3.5毫米的耳机接口 也取消了包装盒当中的充电头 但唯一不变的就是这Lightning接口 曾经传言说苹果解决Lightning充电口的方法就是使用无线充电 因为从iPhone12系列开始 他们就加入了MagSafe充电技术 有消息说在将来的iPhone中会彻底把端口取消 只使用无线充电技术 不过按照现在的消息来看 应该不会把这个端口完全取消了 如果用上了USB-C 然后又很快地转到没有端口的无线充电 那苹果多此一举的意义是什么呢 无论如何苹果给iPhone使用上USB充电口一定是件好事情 它不仅有着更快的充电速度 同时还能和别的产品线iPad Mac保持一样的充电口 这样人们在外出携带充电线的时候多了更多的灵活性 其实这么多年来相关的新闻一直是不绝于耳 但是这一次的真实性应该会更高 因为苹果这么做很有可能是为了应对欧盟关于充电接口的一些法规的规定 因为欧盟正在制定法律要求苹果在所有电子设备 包括iPhone、iPad以及Mac上的充电接口全都使用USB-C 我希望在每年真的能够看到使用上了USB-C的iPhone 不知道你对于苹果给iPhone用USB-C端口有什么想法呢 欢迎在留言和弹幕区讨论 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 如果喜欢记得点赞订阅一键三连多多支持 我是小天 一个普通的消费者上班族的科技爱好者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